我們現在 他們只要有公安的筆錄 我們就拿來我們這邊定罪 我們的杜氏兄弟 我們的杜氏兄弟就是僅憑的公安的筆錄 不是 就被你下令槍斃掉 不是 僅憑公安的筆錄 不過這個提案我們是贊成 好 針對這個提案沒有其他意見 不只是贊成 你們要確實去做 不要說我們贊成 通過 第四個提案 第一提案 對 好 那個 通過 那那個針對B提案 我來說明一下 我覺得 這個也跟大家溝通一個 一個想法 還有一個E提案 E提案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招案通過 B提案這個更改這個會議程序 這個我要來跟各位委員 段委員溝通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 排定了議程 然後 都可以提出來更改 議程 當 就臨時更改議程 那這個排案的招委 不知道剩下什麼 所以拜託一下 正下我對你的尊重 正下我對你的尊重 因為對你的尊重 所以我把這個提案撤毀 但是呢 這個我們既然通過了這個 包括譴責案跟要求行政院 撤換法務部長的案子 那這個主席你要不要去負責 執行行政院會撤換法務部長 我想這個 我們在這個提案裡面都有建議了 我也沒有這個職權 那我們就按照我們通過的提案 來做 好 接下來要繼續審查 我們 我們雖然說是親平契合的 通過了這個決議 但是我最後我知道 部長一定不服氣 我不是要跟你吵架 但是我要跟部長請教 我還是很在意一件事情 我請一下部長 我還是很在意一件事情 剛才其實包括蔡宇宇委員 顧立選委員反覆在問 我要再跟您請教一次 你對我們現有的 這個司法工具啊 就是 這個刑法的這個法條啊 到底有什麼不滿 我沒有說不滿 沒有不滿 所以法條我沒有說任何不滿 所以法條沒有問題 我個人沒有不滿 那別人有不滿 或別人認為有問題 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不管別人的不滿 你有沒有不滿 我自己沒有去注意 所以你沒有去注意 你不知道你該不該 法條有什麼問題 你不覺得法條有問題 那對於你們偵辦的能力 有沒有不滿 我覺得我們檢察官都很專業 很認真 那對於我們法官 這個裁量刑度的這個判 這個實務上的這個判案 有沒有什麼不滿 我要看了他的判決書 還有相關捐證 我才能發掉一件 所以大概是這樣講的 到這個階段 你對於我國 包括從偵辦 就是應該從法條啦 我們法律的這個規定啊 就是我們的工具啊 到偵辦 到法官的量刑 目前為止 沒有什麼具體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看到 具實的資料 目前為止嘛 如果有具體不滿 你就要講出來 具體有什麼不滿 我們再次給你機會嘛 所以你具體沒有什麼不滿 那對於跟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對於這個部分的這個合作 你有沒有什麼覺得 應該要補強的部分 對對台商 尤其台籍獸型人 在大陸的一些處境 他們的一些權力條件 我們都要爭取 你們都要爭取 對包括他們假釋啦 緩刑那 我能不能引述法務部羅部長 附入參訪規劃 裡面 第一段 在兩岸人員交換情資局 共同偵辦跨境電信詐騙等等 案件方面 此總 最後結論 你們包括我們今天在搶的這個肯亞這個案子在內 此總跨境司法互助之績效 舉世觀之啊 實屬難得 對因為裝了八千七百多個 所以很了不起啦 所以我們 辦案的這個績效 很了不起 實屬難得 所以我坦白講 我們這樣推演下來 我實在不曉得我們今天為什麼開這個會 也就是說 部長對於法條沒有不滿 對於我們偵辦的能力沒有不滿 對於我們法院的判決 目前沒有哪一個實力是他不滿的 所以他舉了這個菲律賓的十四個人 後來我們講了說好像也不判罪了 而且那是用舊法 用新法會判得更重 然後跨境的司法偵辦 這個成績斐然實屬難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讓中國把人帶走 結論來了 也就是說 我們就不要說讓啦 好就是說就是說我們 他把人帶走 不讓我們帶回來 那個 有很多的批評是說 我們判刑太輕 我們收證不義 我們這個那個的 可是就我們法務部長講起來 沒有啊 沒有這些問題啊 對不對 從我們定的刑度 從我們爭辦的能力 從我們法官的量刑 從兩岸司法互助 就這個部分來講 沒有任何的不滿 那你今天你就要去中國大陸把人給抓回來啊 對不對 我們既然可以自己處理 我們過去 從菲律賓把人帶回來 從越南把人帶回來 從斯里蘭卡把人帶回來 通通沒有問題 我們的法院判得也很好 也符合你的期待 我們的偵辦能力也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要交給北京去辦案啊 不是我們交的 我們正要去協商 請他把人還給我們 如果人帶不回來怎麼辦 如果我們不是沒有能力辦案 如果我們這個成績斐然 如果我們沒有什麼不滿 我們自問我們可以把它辦得很好 他如果不教人啊 你怎麼辦 他不教人 你莫可奈何 是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對一個 你莫可奈何 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你今天擺的姿態 這樣的低 叫做請求 我們沒有說 莫可奈何就不去做任何努力 請求是你的用語啦 你去請求他把人交給我們 所以我的感覺是 你委屈求全啊 你為了我們中華民國 你為了我們國家的尊嚴 你為了我們法務部 要維護我們的這個管轄權 你委屈求全 謝謝委員終於了解 是你唾面自乾 你去請求中國 把我們應該是 我們有能力 我們有法律 我們也有公正的法院 可以做判決的這些中華民國的國民 讓我們把它查個清楚 這是你今天法 羅部長作為法務部部長 的態度 相對於你的委屈求全 相對於你的唾面自乾 相對於你 你寧可這樣低聲下氣的請求 我沒有低聲下氣 相對而言 我們的外交部跟陸委會 我們的外交部跟陸委會 只會把事情搞砸 只會拍桌翻臉 相對於你的顧權大局 我們立法院 抵擇你的原因 這是我們要求行政院 把你換掉的原因